前WWE的美國硬漢的代表 代表美國的海軍陸戰隊的John Cena 在TikTok上面公開的道歉 因為他在宣傳速度與激情久的電影的時候說 台灣是個國家 台灣是不是個國家我不在乎 中國跟台灣的關係我也懶得管 因為我們都是美國人 我在乎的是美國跟中國的關係 自從川普卸任之後 美國不是第一次向中國低頭 美國不是第一次跟巴黎氣候協議低頭 美國不是第一次跟WHO、WHA、WTO 這個樣子的國際組織低頭 我只是拿John Cena這個人的個人行為 來做一個例子 以下是他的影片 你好中國,我是叫Cina 我必須說現在 在速度與激情久 我做很多採訪 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在一個採訪 我 我有一個錯誤 所有人問我 如果我可以用中文 蘇地激情久遠 給我很多資金 information 所以很多採訪 很多information 我有一個錯誤 我必須說現在 很很很很很很很重要 我愛更尊重中國跟中國人 我很很抱歉 對我的錯誤 對不起 對不起 我很抱歉 你必須了解 我很愛很尊重中國跟中國人 不好意思 再見 各位還記得去年的時候 武漢肺炎的資訊有多被封鎖嗎 你記得所有的媒體都在說 這個病毒是自然產生的 而且不可能是人造的 而且跟中國武漢病毒實驗室 絕對不可能有任何的關係 如果你在Facebook上面講說 那個市場離那個實驗室 未免太近了吧 或者是 病毒是中國製造的可能性 其實蠻高的喔 這個樣子的言論 就會被封鎖 然後底下會有一行字說 Fact check 然後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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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的譚德塞說 跟中國沒關係了 大公司封鎖所有的訊息 主流媒體全部異口同聲 現在發現有各式各樣的證據 指向中國武漢的實驗室 其實前年的11月就有了 就連左派的金牛肚 Dr. Fauci都說 應該要來調查這個病毒的來源了 我們一開始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錯誤呢? 我們一開始怎麼會犯這個樣子的錯? 怎麼會整個抗疫的方向全部錯誤呢? 還好我們有真正的新聞頻道跟報紙 像說CNN還有New York Times 這個樣子的真實的媒體 他們說他們抓到了這個根源 各位猜猜看是什麼 都不知道這事故事 中有很多人的事故事 有多大小的事情 尤其是有故事 這事故事 去到達州 有些人的訊息 有些人 那是不話 我們說一聲 這有所謂的事故事 我們說一聲 有多許多人 從來賣這個 來賣這個 來賣這個 我們有多人 我覺得 重要的是 一部分 當這個問題 我认为了一些很大的 我认为了一些事情 that the pandemic had begun was that then-President Trump and Mike Pompe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both suggested they had seen evidence that this was formed in a lab and they also suggested it was not released on purpose, but they refused to release the evidence showing what it was. And so because of that, that made this instantly political. I think that was, you know, example 1000 whe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learned that when you have burned your own credibility over and over again, people are not immediately going to believe you, especially in an election year. 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就是 我们要反省自己 不要指控别人 不要因为这个世界的压力而软掉 而是要刚强的站起来 靠着神站起来 这个不只是这些左派需要知道的 就连很多基督徒都必须要了解这一点 我是Eda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我们在开始前先讨论一下 川普到底说了什么谎 OK 川普到底说了什么事情 让他的信誉扫地了 我唯一大概能记得的就是 他竞选的时候说有几千人出来 然后呢出来的人有几万人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几乎每次当他跟新闻媒体各说各话的时候 他几乎都是对的 然后新闻媒体还有左派几乎全部都是错的 他对这个病毒一开始的看法就是正确的 他说这个病毒会比这个普通的流港还要再严重一点 所以说我们要停止中国的飞机来美国 然后左派就疯了 就连Joe Biden就开始说 这是反移民 这个是种族歧视 这个是排外主义 然后川普也说 这个病毒其实没有左派讲的这么可怕 他也是对的 结果这个病毒的死亡率是0.003% 他也是对的 各位还记得第一场这个总统辩论大会的时候吗 就是Joe Biden跟Chris Wallace team up 然后对川普二打一的那个 川普在上面表现的确不怎么样 他跟个小孩子一样 就是 Right Joe You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Joe Oh I guess I'm debating you now Chris 但是他对于疫苗的判断也是正确的 他说 这个疫苗一两个月内会出来 然后Joe Biden跟Chris Wallace就说 不可能啦 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疫苗都一定要等三五年之后才会有突破 你还有什么动物实验 人体实验你自己的专家都说不可能的 就川普说我不知道你说那些专家跟你说了什么 或许是同一群专家 但是他告诉我一两个月内就会出来了 结果疫苗就出来了 还有左派说你跟中国打贸易战 增加关税这个样子美国经济会整个垮台耶 结果呢 我们有三年历史上全球最好的经济 中东的问题 左派说现在的国务卿John Kerry说 一定要巴勒斯坦建国 中东问题才会解决 如果你单单支持以色列的话 中东会有更多的战争 那你们家就是鸡犬升天啦 把你那个女婿什么Kushner 去管什么中东和平 结果呢 中东和平了四年 还签了好几个和平协议 拜登一上台就开始打仗 然后还有什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你这样做不行哦 俄罗斯会趁机侵略哦 你放弃了我们欧洲的盟友 结果呢 俄罗斯乖了四年 NATO也乖乖的付钱给美国的政府 还有南边的这个墙啊 随便讲就是一大串 所以说你只要看过去这几年 川普跟这些左派的人对抗的方式 你就知道川普是对的 然后左派是错的 但是左派在这边说 川普信誉扫地 还是有一群的天才的人 坚定着相信左派的说法 这次的武汉肺炎是从武汉病毒实验室里出来的 川普跟蓬佩奥一开始就这个样子讲了 结果这些媒体的答案竟然是 不是我们的问题 是川普的问题 因为他没信誉 所以说我们才往反方向的方向爆 但是我们相信Dr. Fauci啊 我们就算被他骗了一次 两次三次四次五次都没关系 因为Dr. Fauci说的话代表科学 川普说的话就铁定是极右派的阴谋论 这个一定要违反常理 违反是非 违反证据的东西 并不只在我们的政治领域里面 其中一个变性人这个议题 就是他们最爱用的议题之一 这个议题是被全部的左派推行 不只是你在街上或者是大学里面 看到穿着奇装衣服 然后头发染成蓝色的那个马克思狂热分子这样推行 这个谎言是被各大主流媒体 还有各大社交网站 还有政府本身 跟公立教育全部支持着 这个东西会造成创伤 永久的创伤 而且彻底的毁灭一个人的人生 现在有很多的变性人 想要回到他们原本的性别了 While the vast majority of transgender youth and adults are satisfied with their transitions not all are in some cases patients are choosing to reverse the process it's called detransitioning in her early 20s Grace Ladinsky-Smith was seriously depressed and developed gender dysphoria she began searching for answers in transgender communities on the internet and when I saw them being so happy and excited about doing this wonderful transformative process to really like become their true selves it was like have I considered that this could be my situation too? Did this have any part of it? A sense that men had it easier in life than women did and that your road might be easier if you were male? Yes I just had this sense that if if I could inhabit life as like a trans man as a man then I wouldn't feel so self-conscious Grace says she found a gender therapist on the internet and told her I'm thinking of transitioning She thought it all sounded pretty good Did the therapist not question you about how deep the feeling was and what it was stemming from? She didn't go really go into what my gender dysphoria might have been stemming from We only did a few sessions Because she was over 18 and didn't need parental consent she says she merely signed an informed consent form at a clinic and got hormone shots So that was that you got your prescription for testosterone Mm-hmm Yep Just four months after she started testosterone She says she was approved for a mastectomy what's called top surgery that she told us was traumatic You know I'm kind of surprised because based on everything you've said up to now I would have thought you'd have a great sense of relief I started to have a really disturbing sense that like a part of my body was missing almost a ghost limb feeling about being like there's something that should be there and the feeling really surprised me but it was really hard to deny And so she detransitioned by going off testosterone and then went back to the clinic and she says complain to the doctor that the process didn't follow the W path guidelines So that's okay That's awesome what you saw The second month She's a beautiful woman She's a very unique woman She's a very unique woman She's just been through a period every person she's been through needless She's in a period She's in her life She's in the curse And she's around She's in her life 因為自己的年紀到了可以幫自己做所有的選擇 而且有義務要去為自己做所有的選擇 但是又不知道要怎麼做選擇 不知道自由是什麼 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什麼 然後這個世界就會有一堆變態的醫生 心理變態的教授 心理變態的專家在推崇這個樣子的東西 他說你可以變性啊 你變性了之後你或許就能得到自由囉 或許你的靈魂是被束縛著 或許你的外表是被束縛著 你想要快樂的話只要打一些男性荷爾蒙 或是女性荷爾蒙 經過幾次變性手術你就會得到快樂了 因為這個樣子才是你心中的自己 然後你要做自己 你這個樣子會讓你更自由 很多保守派的人也會跟著說 那只要是成人就好啦 每個人都有尋找自己的快樂的自由啊 Pursuit of happiness 對不對 他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各位看到剛剛那個影片裡面那個女的嗎 她是成人啊 她自己做決定啊 這樣的決定是正確的嗎 我們要推廣這個樣子的價值觀嗎 她現在要回到她原本的性別 那是她經歷了很多沒有辦法挽回的傷害 更不用說她的心靈了 對於變性人的看法目前有三種 左派的想法是我們應該要把所有的人都變變性人啊 我們應該要把變性人大叔每個星期放到公立圖書館裡面 讓他教導小孩就是 變性人代表平等啊 讓他們每個人性別錯亂啊 我們應該把變性人直接放到三歲的小孩教育裡面啊 這是Joe Biden在推的 同時也是加州在進行的 紐約州的Brooklyn已經開始了 第二種的看法就是這些鬧種的保守派看法就是 不要給小孩這樣子的教育 但是如果成人他們要怎樣去弄他們的身體的話 是他們的事 那第三種的話就是真正的保守派的看法 就是這個根本就不應該這麼做 既然性別錯亂是心理疾病 為什麼要用生理的方式去解決? 醫生的工作是救人 應該是要讓人的身體變得更好 而不是摧毀原本好好的人類器官 這些性別錯亂的人需要的是心理輔導 而不是變性手術 你是怎麼樣看到這些事情的呢? 這三種面對變性人的看法你是屬於哪一種呢? 我們不應該繼續騙我們自己 我們不應該繼續騙這些心智還不成熟的人 就算他們已經是成人了 騙人是於事無補的 騙人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就算是善意的謊言也不應該有 例如白宮發言人Jane Saki說 拜登的身體好好啊 精力旺盛啊 我會告訴你 什麼話可以說我們 關於這部分的主機 法定軍人身體 and gender 什麼事情 是他致 önem做的 健康都放了 在衣服的身體 和他運動的體制 對他為了 通常都會騙的 我覺得這件事 我會意見的 歷棒 不過我會講 我會說 我可以告訴你 1個圍是有個公共的 這件事 但是他說 是難以保渡 对!有的时候我都跟不上我们的总统啦! 对!如果说他晚上七点就抱着两只狗在那边睡觉 然后半夜起来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的话 或者是跟他竞选的时候一样拿着咖啡走出来 然后问他老婆我现在在哪里啊? 我也会觉得有点跟不太上他 但是如果要跟我说他身体好好 他脑子好棒棒,他好清醒 他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好了 那么我就可以很明显的知道你其实在唬烂我 这一则新闻其实好像没什么新闻价值 而且也没什么好讨论的 但是各位可以想一想 如果他们可以骗你 我们总统身体其实很好 如果他们可以骗你 变性人还有变性手术是正常的 如果他可以告诉你 新冠肺炎之前的证据都不用采纳 因为是川普的错 你到底还有没有思考的能力? 神赐给你的智慧,神赐给你的权柄 神赐给你的自由 我们到底把他们放在哪里? 假新闻到处都是 就连右派也有很多假新闻 我们现在看到还有很多一堆基督徒 盯着Telegram上面那些群组在那边看 发出来一堆什么 川普要回归了 军方要采取行动了 大选要翻转了 然后传一堆网红打鸡血 而且纯粹就是为了要博眼球 完全没有任何根据的影片 什么猪妹啊那些的 接下来我会讲的东西 应该会让一堆人不开心 但只有短短几句 but it has to come out 很多牧师认为说我们不应该讲政治 甚至有牧师说 我看到了好多基督徒 简直变成了邪教媒体的代言人了 那I assume他是在说法轮功的大纪元 很多牧师在他们的Facebook 甚至在YouTube频道上面 他们说 我们要在乎的是散播耶稣的爱 不要在乎这个世界的走向 然后下一句就是什么 我不是支持拜登 拜登之所以会当选是因为他有同情心 同理心 他懂得什么是爱 我还看到很多基督徒说 川普做得很好 但是他就是会说谎 他骗人 我在他身上看不到基督徒的样子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基督徒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牧师 就是因为这些身为牧师的 或者是传道人 什么都没有做 这些人不但跟一开始提到的CNN 跟New York Times一样 所有的错误全部都堆在别人的身上 就算是他的错 他也不觉得是他的问题 他们还跟刚刚提到的教唆年轻人 去变性的医生一样 不但逃避问题 还把这所有东西当成是自由 当成是和谐的代表 他还跟我们的白宫发言人一样 看着生病的社会 看着一个生病的教会 却说 没有啊 Sometime they are hard to keep up with 还有跟John Cena一样 不管三七二十一 向人民币下跪最重要 不管发生什么事 不管有没有自己的立场 不管是不是事实 教会的人数最重要 不要得罪人 每一间教会到了逾越节的时候 他们的主题就是什么 革新 跨越 更新 突破这样子的主题 但是 我们要真的问自己这个问题 我们要革新什么 我们要跨越什么 我们要带领我们的教会突破什么 如果我们不在乎政治 如果我们不在乎教育 圣经的价值观传达给我们下一代的话 那么我们就会跟我们现在的总统一样 只是一个看起来人很好的花瓶 但是里面的内容什么都没有 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会以 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这些东西全部串起来 其实我们目的就是要知道就是 我们的信仰是一个传承的信仰 我们要一代比一代更像耶稣才对 我们每个星期在教会呼吁出去传福音 但是我们却很少花时间去装备这些神的战士 很多人就跟我们的John Cena一样 外表上光鲜亮丽 是个US Marine 爱国爱民 但是不愿意得罪任何人 甚至为了人民币低头也在所不惜 如果今天你听到我的分享感觉到被攻击的话 不要觉得你自己是孤单的 因为这个样子我们才可以成长 这个样子我们才可以更像耶稣 因为耶稣他做的事情 就是要改变我们旧的观念 跟抨击我们无法成长的地方 让我们不是只活在我们的舒适圈里面 请神搅动我们的心 翻转我们心中的死水 扩张我们的慢子 好让我们可以成就更多的生命 拯救我们的教会 才可以拯救一个国家 一切就是要从牧者开始 感谢大家收看 更多美国情报请继续关注AI News